那招牌还没有去买它 所以现在剩下的是陈香树,蚂嘎,娃娃和木瓜 娃娃我就留给三株式 然后这是陈香树 这个陈香树,你们要看这个是陈香树 拿来做,拿来用树 有没有没有? 你来跑跑就会了 这个陈香树 这个陈香树,你们家里随便有花园的 都可以去大巴萨买一kg 它是这样一串一串卖给你们 对不对 你把它的叶子抛下吃了 这个不是洗仔菜吗 洗仔菜有好几种,这个是其中的一种 这个有机的? 有机的就是代表说没有用农业的 这个家里后面随便都可以种 这个很甜,但是不要生吃 这样放下去就可以了 洗仔菜这个是没有农药 有机耕种就代表说没有用农药去摊 这怎么它有效一粒粒的 一定因为它的种子 里面是种子 可以吃的吗 这个种子 可以吃,但是有一帮人在种 卖去日本很好价钱 赚钱一kg 我看这个不会凉,会不会凉 凉 有些不是吃到很凉 这个也会凉 湯姜珠 这个是尘香酥 我希望是马来西亚以后的一个大行业 成香酥 是什么? 汽宜某是有一个尘香酥这个 是它的业啊? 成香酥 成香酥没有 这是什么? 拿来做酱油,香精,香粉,香水之类 有一些年轻的你可以考虑 我讲是马来西亚可以很成为一个大行业 就是因为现在马来西亚的燕窝可以说是一个大行业 接下来呢 在除了这个小农民方面陈香树 陈香树现在它的价值很高 一个差不多这么多树 你吃什么啊? 买好几个小块 香油 我用水啊 拿来喝吗? 没没没 香油啊 蒸油啊 蒸油啊 打那些油出来 这个说法呢 我们的试管啊 1978年的时候呢 它会注射一种菌进去 给它产生一种菌 菌 那个菌再次提炼成为油 现在一个油呢 美金大概是三万块一粒 这个容易送吗? 容易送下一条就上了 这样会不会它 价值会不会高很贵啊? 一棵树啊 十年之后啊 我看要一年之后 十年之后可以卖几千块了 十年之后啊 这个树大概是这样 它很快涨大了 这个树大概一年多 这个树你看的是不到两年 所以你们比较有 如果要想投资的啊 可以考虑这个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去动物啊 动物啊 好